提到青楼,在古代就是烟花柳巷的地方,让很多人所不齿,但是也是很多男人爱去的地方。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明清时期的妓院,那里有着风月无变的场景,有着才艺出众的明记,有着风流倜傥的才子。 青楼这一场所的历史,最早可以追溯回春秋时期,最初的名字为女驴。 早在春秋时期,其实就已经有从事特殊行业的女子存在。 不过当时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场所,供他们共同居住,所以他们大都市分散营业,外加提供上门服务,说到青楼。 那么今天就来说一说。 第一个创办青楼的人是谁呢? 大家好,这里是老海说说史,说一说历史中那些事。 管仲,第一个创办青楼的人就是管仲,是不是很熟悉,大名鼎鼎的春秋时期的政治家,军事家,辅佐其桓公, 再次称霸天下,治理国家,实施了很多政策,例如土地占有制,让百姓自己耕种,收益归自己左右,大大激发了百姓的热情,农业经济得到提升,军事上实行兵民合一,提升了我国军力,大家上下一心,团结一致。 但是,工业上鼓励从商,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,他早年经历了很多。 他的职业生涯也是经常岌岌可危,在这样子的情况下,他没有自暴自弃,而是努力充实自己,最终将齐国变得很强大。 齐桓公也称为春秋战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一位国公,致使国父民强,百姓安居乐业,被人们称为重父。 为何创办青楼? 受到重用的管仲,对齐国各项制度均进行了变革,这其中也包括女驴这一制度的实施。 那时候女子俘虏和奴仆特别多,为了给他们安排一个去处,同时也可以挣到钱,就把这些女子安排在青楼,去服务于那些空虚寂寞的男子。 没想到管仲的这个办法,竟然大受欢迎,自从开门营业起,这里就成为了整个城市里面最热闹的场所,这些流浪女子就靠在台上卖艺,不但能自给自足,甚至还有不少的盈余。 于是管仲接连开了多家这样的场所,就跟现在开连锁店一样,生意特别火爆,管仲还给这些连锁店,取了一个统一的品牌,叫女驴,史书上记载, 当时齐国有女驴七百,简直成为了齐国的支柱产业,女驴这一场所诞生之后,从事特殊行业的女子,自次有了一个特定的营业场所。 这其实最初是管仲所倡导的雅乐,被视为文化的前身,在古代,雅乐是指一种优美,高雅的音乐,它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享受,也是文化和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, 管仲对雅乐的推广和普及,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这种优美的艺术形式,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承,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,雅乐逐渐演变成了青楼文化,青楼的兴起。 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底层男女没有场所交流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青楼中的歌迹,舞女等艺人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水平。 他们除了提供美食佳肴和音乐舞蹈表演外,还能够唱出优美的诗词,引领时尚潮流,因此青楼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中心,也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场所之一。 其中就青楼这一别称来说,该名称最初其实单纯只带那些装潢精致的楼房,因为这类楼房都为达官显贵所有,所以也可只带富贵之家。 后来因为富贵人家往往都喜欢奢靡,声色全马的生活,所以青楼又逐渐变成风月场所的代名词。 如此看来,管仲虽然并非青楼文化的直接缔造者,但他对亚勒文化的倡导和推广,无疑为青楼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正是他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地位, 使得青楼文化充满了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,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仲虎是有大智慧的人,他建立青楼并不是为了自己享乐,而是为了国家安定着想的。 总结下来,仲虎建立青楼主要因为以下几点因素。 一,在当时的环境下,男女比例严重失调,很多男人娶不到老婆,所以很多男人都会调戏良家妇女,为了避免这一现象。 保护良家妇女,所以建立了青楼。 二,当时的经济环境掌握在富贵人家,为了促进消费,增加财政收入。 三,春秋时期,各国之间虎视眈眈,美人计是非常好用的计策,于是在青楼中也默默培养一些美人, 为了以后进现美人,收集情报着想,管众发明青楼后,齐国的财富和声望都大大提高了。 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商人都纷纷跑到齐国做生意,或者观光游览,都要去青楼消遣一番。 有些人甚至为了青楼女子而留恋不去,或者送出重金求购。 这样一来,齐国不仅赚取了大量的金银财宝,还得到了许多外国的珍奇艺宝和机密情报。 齐国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最富强和最开放的国家之一,青楼也对齐国的文化和艺术有所促进。 因为管众要求青楼女子不仅要美貌动人,还要有才艺超群,所以她们都学习了各种音乐、舞蹈、诗歌、书画等技能。 她们还经常与各地的文人雅士交流切磋,相互启发。 有些青楼女子甚至自己也能创作出优美的试词歌赋,成为了文坛上的佳画。 管众发明青楼的做法,在后世也被许多国家和朝代效仿,比如汉代的歌舞纪、唐代的妓院、宋代的昌管、明清的花柳界等。 都是青楼的延续和发展,青楼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 它既反映了当时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,又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作品。 青楼也是一个历史悠久,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话题,吸引了无数的作家和艺术家去描绘和表现。 刘勇 一句一代见宽中不悔,唯一消得人憔悴,让我们深深记住了刘勇这个名字。 出身光幻之家的刘勇,自然也有一番政治抱负。 他18岁那年便打算进京参加科举,不少读书人会选择在参加科举前。 求得达官显贵的赏识,刘勇亦是如此。 为此,他到了当时居住着许多政坛权贵的江南重镇,杭州,这一代便是两年,尚有天堂。 下游苏杭,刘勇在杭州期间游览风景,寻访名胜,真切地感受到了江南水乡的魅力。 更别提杭州市富商巨谷和文人骚客聚集地,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青楼祭馆。 正值风流年纪的刘勇,逐渐开始流连脂粉之间,而这也渐渐改变了他作为传统儒生的风格。 他开始沾染杭州的浮华粉腻,写的词皆是有关风月,大受青楼女子和公子哥的追捧。 可以说,刘勇一生,成也青楼,败也青楼,因为青楼女子的赏识与帮助,他的名片《望海潮》得以被杭州知识孙和知晓。 也因为青楼的传播,让这位善于填词的大才子在民间有了极高的地位,受粉丝追捧的程度与今时今日的流量明星类似。 一般我们只听说,古代可怜人家的女子在无法生存下去,逼不得已的时候,才会卖身青楼。 没想到像刘勇这样的大才子,也可以靠青楼养活。 然而,尽管刘勇填词的功力上加,可比触所致,皆为市民阶层的生活情感。 尤其以风尘女子居多,这样的选材,暂时大幅文学仍为主流的当时,被人士做下诚。 这也是尽管孙和对于《望海潮》表示了相当的肯定,但却没有任用刘勇做官的原因,说白了就是一个字,苏。 以前,大家可能都觉得青楼就是藏屋那够不正经的地方,但实际上,你看,像刘勇这样的大次人,居然可以把青楼当成自己的家。 而且,不光是刘勇,历史上还有很多的著名的文人骚客,比如白居易、杜甫、苏氏同样也很喜欢光顾青楼。 可惜的是,管中的初衷,是拯救这些可怜的女子,但青楼行业的出现,却开启了封建社会女子上千年的血泪史,也留下了诸如薛涛。 柳如是这样令人唏嘘的才女故事,管中建立青楼的出发点,完全是为了当时的社会安定,为国家着想,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,青楼慢慢演变成完全的妓院,在唐朝尤为盛行,到现在的社会。 虽然严厉打击,但是还是存在,现在社会已经安定,祖国人民生活也比较稳定,还是希望以后青楼这种场所大家不要去了,现在很多士族少女也有很多恶意经营。 希望大家抵制不良现象,为国家安定贡献一分力,总之,青楼是一个历史上独特而又有趣的现象,它既是一个经济活动,又是一个文化活动,它既是一个政治工具,又是一个社会问题,它既有其积极的一面,又有其消极的一面,它既有其美丽的一面,又有其悲哀的一面,它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思考的话题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